你先过来这边坐进去 干了个营币活你知道吗 四菜一汤饭店开门口消费多少店家来决定 你是负责来吗 是 你是老板是吧 是 我看跟照片上长得一样 能跟你商量个事吧老板 是 我们来不点菜 你给我安排个四菜一汤 就是你上啥 我吃啥不退不换不讲价 你看行不行 没有现在安排过 你是厨师吗 那是厨师 我也是厨师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这时候喝的吗 不是不是 把酒倒满 第一道菜羊蝎子 一看到这个菜 我这个眼泪就顺着嘴角流下来了 煮的超度了 这个羊蝎子的肉还很有弹性 关键它是有羊肉本身的香味 羊肉一点点不删 它的老板是厨师 所以说他家对产品的要求 绝对不会差 第二道菜香辣大龙虾 这个菜烧的看起来挺漂亮的 真的很好吃 不是这种满黄的 三月份的龙虾 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特点 壳比较软 等到四月份以后 龙虾可能就硬了 那个时候的龙虾更好吃 肉特别的Q弹 非常新鲜 龙虾烧的油比较多 不是那种水滴滴的 不像北方的那个蓄意龙虾 是拿水煮的 它这个像油闷的感觉 里边是这个年糕 这个也好吃 出鱼弹弹呢 这是我的2024年第一顿小龙虾 第三道菜 蟹饺捞粉 应该是个老虎蟹的蟹饺 里边蟹肉是那种鲜鲜的 还有点回甜 外边是这个酒酿和辣椒 这样敲碎 吃的时候还比较方便 里边这样一个蟹肉 这道菜不应该只在南昌有 你就想想 这种进满蟹汁的这个米粉 它能不好吃吗 这个汁完全挂在米粉上 第四道菜蜜汁螺丝 这应该是个八角 它还真的八个角 这螺丝的个不小 我从小吃螺丝 我就不会转 能不能转出来 转不出来 就这样 一点那个泥腥味没有 应该是净水养过 也是这种重香辣 重油 非常的香 第五道菜 酸辣汤 它不光胡椒粉的辣 还有辣椒的辣 是西红柿的酸 还带一点点醋 里边豆腐 腐竹 西红柿 粉条 有胡椒的辣 还有辣椒的辣 在江西 有可能不加辣椒 他就不叫一道菜 他们老板是厨师出身 厨师都非常注重菜品的质量 所以今天的菜品口味没得说 他们店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 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话 万事开头难 中间难 最后更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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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